親愛的觀眾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現場時間 中島十幾點十九分的社群聽是快樂聯報 先問三上安賴這部的系列好朋友楊潔 哇,在今天的節目當中,我們當然經過了兩天的假日的休假 我們今天的上班日呢,首先來關心的是我們的交通 那我們聽眾朋友呢,是透過我們的忙碌 我們的FB臉書只不過會發現我們今天的背景呢 是一個車水馬龍的現象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感謝我們的同仁 幫我們換了一個交通的背景,真的很有臨場感 今天我們在播當中邀請到的好朋友 我們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旗山分局交通組的組長 許敬偉組長,組長好 主任好,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剛好是換背景,這個蠻車水馬龍的 剛好是今天的主題 有沒有臨場感,很有臨場感 對,那我們今天來談到的 當然我覺得最近的狀況我發現 像在旗山啊 假日的遊客很多 對,假日遊客很多 尤其因為疫情比較趨緩之後 真的風景區域人變很多,老街人也很多 對,旗山老街現在人變很多 剛以前疫情剛發生的時候差很多 差很多喔 剛好這一波就是疫情比較趨緩了之後 整個那種觀光的狀況又興盛了起來 這也是好事喔 帶動地方經濟也是好事情喔 那當然我們也要關心到的就是我們的交通安全喔 那其實今天我們在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就要跟大家講一個叫交通安全樂喔 那接著交通安全樂 它已經推廣滿長的時間了 已經有一段時間 也就滿長的時間喔 是不是跟大家來談一談呢 好這邊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其實交通安全樂它的由來 其實一開始是聯合國那邊 它有2007 那邊有開始舉辦一個推動一個全球道路安全週 他們說是兩年辦一次活動 對,就是用一個主題 選定一個重點主題來推廣 那日本那邊也有 日本那邊也是 它大概舉行了有70多年 他們那邊也是會舉辦一個日本交通安全週 他們更久喔 他們是一年一次 對,那我們台灣這邊是從去年 去年也就是109年的9月開始的 對,那那個時候就是 也是第一次辦那個交通安全週的部分 那他就是手中在希望說可以 透過一個全國性的活動 讓大家知道說交通安全性的重要 對,那今年的話他們又特別又擴大舉辦 對,就是原本是一週而已 那今年的話我們已經把它改成一整個月 變一個系列活動 對,一個系列活動 那它是一個就是全國就是跨 跨單位跨部會的一個活動 就等於是說 整個台灣的政府機關包括那個民營機關都全部都動起來 可以看到現在很多單位都在宣討說交通安全週 啊,交通安全月的部分 對對對對對 剛好這個月大家特別的來把它提起 就是喚醒大家對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喔 像其實快樂電台一直都非常重視 像打來的那條路邊 運改來的那話很說 我們至少每個月都會 呃,談個兩次 我覺得因為每一個月都會有不同的 大家要關注的事項 當然每一個交通都很重要 可是會因應時節 齁,我們一集的地方齁 每一個時節不一樣 我們就會稍微的跟大家再更新一些新的資訊 因為有時候像法令也會更新啊 對,上網都會再更正 法令一直都在更新啊 所以如果這些事情沒有讓大家知道 沒有給大家了解齁 你可能就會不小心處罰 或者是不知道現在最新的法令是什麼 那尤其最近又因為疫情 開始解封之後 人開始都紛紛出遊 所以這些狀況又跟之前不一樣 像疫情期間大家宅在家比較多嗎 對,所以其實交通狀況是比較少 因為交通狀況一直都在改變齁 一直都在改變 所以我們也一直跟大家follow不同的資訊齁 最新的消息 那當然我們的交通事故 交通的事故 大概有六成都是發生在路口 這大家很常知道 因為交通就是在路口是一個交織的狀況 對,那是最危險的一個地方 對,那是最危險的一個地方 最危險的地方嘛 所以在我們的這個 當然也是follow到我們的交通安全月 然後在我們的路口安全的部分 所以這部分也跟大家來做一些補充齁 跟大家報告一下 所以我們今年的那個活動的主軸 就放在路口安全的部分 對,那因為其實就剛剛主持人有提到說 就是其實發生交通事故都是六成發生在路口部分 對,那其實路口主要就是因為沒有停跟讓 所以才會發生這個狀況 對,那所以我們這邊就是要宣導大家說 就是經過路口的時候要減速慢行 對,那不管是車跟人或車跟車之間都要有停當的動作 對,所以他這次有一個口號就是 呼籲駕駛人跟行人 就是車輛要 車輛經過路口的時候要慢看停 嗯,那行人的部分要停看停 對,對 以這個活動主軸來 希望大家說 今年的交通月裡面 那大家都要特別關心路口的交通安全 嗯,就是我們到路口之後 你要慢慢的你停下來看一下 就是如果今天你是綠燈 我們也不要一下子就衝過去 蠻危險的 我們可以稍微放慢一點速度 再慢慢慢慢過去 因為你有時候會不知道說 會不會有人突然衝出來 對 這個其實也是安全駕駛的一個觀念 防禦性駕駛 對,防禦駕駛的一個觀念 那我們行人如果我們走路的話 我們停下來看一下左右的來車 那我們看 有時候我們的視覺沒有辦法的時候 我們用聽覺輔助 有時候車輛會有一些聲音 可是現在電動車聲音很小 對,現在電動車基本上都聽不到 你從旁邊 他從旁邊經過的時候 你都沒有發現 有時候也沒聽到 對,因為他沒有什麼引擎的聲音 對,尤其有一種叫電動自行車 對 聲音更小 對,他完全沒有辦法發現 對,所以真的大家 這個還是要眼觀四面 耳聽八方 有時候特別注意 尤其在路口的時候 好,那我們的警方 我們警察同仁的部分 在這個月是不是也會 加強一些路口的安全的宣導 這樣其實我們警方的部分 除了宣導以外 當然最重要的工作還是執法 對 那其實我們執法的部分 在安全月有五大項 對五大項的主題 像第一個部分就是 因為我們要訴求就是停跟讓的部分 那我們第一個就是說到 汽車 汽機車不停讓行人的部分 對 那這個部分是處罰 新台幣六百塊 就是沒有停讓行人 沒有禮讓行人 沒有禮讓行人就對了 沒有禮讓行人先優先通行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車輛轉彎的時候 沒有停讓行人 這也是要處罰的 對 那處罰的部分 機車就要到一千二 那騎車的部分要到兩千 就轉彎車 對,轉彎車 轉彎車不禮讓行人 會發更高 對,那這邊想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說 我們取締的原則 對 那轉彎車因為 我們通常就是看行人 會走在行人穿越道 那如果我們轉彎的時候 轉過去 那行人 至少要跟行人的形象 要差三公尺的距離 以上才是可以 那 基本上三公尺 其實我們很難認定嘛 對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來計算 就是像 我們斑馬線有一黑一白 對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 把一黑一白一組 把它算成一公尺 那我們就是要禮讓行人 就是 三組 三組的距離 對,那三組的距離 是以那個 車頭就是 保險桿進去 就是 真心道的部分來開始算 OK 對 所以要三公尺以上 對 指這個是行人的部分 對 那第三項的部分就是有提到 重點的距離就是闖紅燈的部分 喔 這個很重要 對 那闖紅燈的部分的話 機車是罰1800 對 那汽車的部分是2700 其實還蠻貴的 還蠻貴的 而且如果說闖紅燈 像 在 比方說啦 像在輕軌的路口闖紅燈 那又發Double 對,這是Double 就是又再Double上去 又再Double上去 所以更貴 對,不要亂闖紅燈 真的很危險 真的很危險 那另外的話 也就是一個紅燈右轉的部分 紅燈右轉 那紅燈右轉是罰600元 對 那最後一項 第五項也就是要 處罰行人的部分 是,行人也會受罰 因為行人 常常也有那種 沒有走行人 穿越道 穿越馬路 對 所以行人的部分 如果說沒有走行人 穿越道 穿越馬路 或是沒有依照警方的指示 經過的話 也是要處罰 要罰300塊 這行人 所以不應該是說行人最大 對 行人的話其實真的 走過去 還是真的要走斑馬線 對 對 就是 像譬如說行人有一些狀況 他除非你是 離了100公尺以上 沒有人行道 對 他可以穿越 或者是說 那個地方他有 那個中央分割道 或者是說 超過三線道的馬路 是 或者是有雙黃線的馬路 是 這些都不能跨越 就是說不可以這樣子 穿越過去 你會隨便從中間都穿過去 對 所以要特別提醒各位聽眾 你還是要從旁邊 走斑馬線 對 一定要走斑馬線最安全 會比較安全 對 好 像我們的長輩啊 年長者的部分 通常我們警方都有一個叫護老專案 對 護老專案也是我們這個月交通月 要特別在提醒大家的部分 對 像因為 大家都清楚一下說 因為高齡者部分有可能會 早晚都會出來運動 沒錯沒錯沒錯 所以我們都會盡量說就是 會針對駕駛層沒有離讓行人的部分 來處罰 那另外的話 因為高齡者其實有一些狀況 他可能法規上因為有修正過 他比較沒有那麼清楚 或者是說為了方便起見 然後也沒有戴安全帽出門 或者是說他那個高齡者 因為他駕造預期 對 所以有可能會造成那個 在道路上使用會有一些危險 所以這些部分 我們都會特別在做一個提醒 跟取締的動作 對 剛剛啊 組長我們談到那個 新人過馬路要走斑馬線啊 我就 楊姐在找今天的資料的時候 就發現 在上週 上週 今天25號嘛 在22號 等於就是 在上週五的時候 星期五 上個星期五發生在宜蘭喔 這是一個小朋友 國小六年級 那他要走路回家 那疑似他是沒有走斑馬線 對 就 就一台貨車 就把他撞上去 而且 又 免過這個小朋友 結果 趕快就是 當然就緊急送醫 目前是還在跟死神拔河 其實就是小朋友他 沒 疑似是沒有走斑馬線的喔 那 當然這個 這個報導是這樣說 他說這個小朋友呢 放學回家 結果他要走這個 泰山路 要過馬路的時候 他沒有走斑馬線 疑似未走斑馬線 結果 剛好 航阿萊 剛好就是小路啦 小路 就巷子裡面 有一台小貨車 他左轉 直接就撞到這個小朋友 撞到這個小朋友 結果 這個小朋友 當場就被貨車的 右前輪 右前輪 輾過 而且還拖行 就 駕駛察覺之後 趕快就是 駕車去做處理 那 當然他 小朋友送到醫院的時候 他的肩膀啦 還有胸腔啦 左大腿啦 還有 左膝蓋 都因為他被碾壓 所以 就是傷勢還蠻嚴重的 而且還有 氣血胸的狀況 所以這個小朋友就是 目前的狀況還蠻不穩定的 還在做搶救當中 我們希望說 這小朋友能夠 有奇蹟 可以 可以好好的 健康的 可是 其實這個狀況我們也看到一個 一個現象就是 他過馬路沒有走斑馬線 還有就是 疑似沒有走斑馬線 這個新聞是這麼說 還有就是 大車 你的貨車算是中型車還是算大車 你要看那個 車型大小 車型大小 那如果一般那種 載毀啊 還是說 載菜的那一種 那種車輛 他算是 他也是算大車 也算大車的一種 頓數有到都是算大車 尤其你看 他面對又是 小學六年級的小朋友 小學六年級 身高也不會到很高 所以 這個時候 他如果沒有走斑馬線 如果駕駛又沒有去注意到這小朋友 可能 撞上去就蠻危險的 所以像這個情況 其實要提醒一下 各位聽眾就是 有兩個狀況 就是 駕駛跟行人的部分 那行人的部分 第一個 我們就是 要提醒大家說 像我們要過馬路的時候 要 當然是要看 左看右看 這是一定要的 那還要特別 注意一種 車輛的狀況 就是要左轉彎的車 喔 左轉彎的車 特別是要注意左轉彎的車輛 因為 左轉彎的車輛 他 因為我們要轉彎的時候 因為車子有ABC柱 對 那A柱就是 駕駛座前方的部分 那個A柱 對 轉彎的車輛 他很容易被 A柱擋到 就是要路過的行人 對啊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 我們走路要過斑馬線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注意一下 左轉彎的車輛 左轉彎的車輛 對 那駕駛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要準備左轉彎 左右轉彎的時候 就是 因為常常會被A柱擋到 不管是左邊 或是右邊都有可能 那你這個時候 準備要轉彎的時候 就要擺頭 特別要再擺頭一下 是 對就是讓視野可以看得到 被A柱擋到的地方 到底有沒有行人通過 對 對 這裡就是要特別提醒這個部分 就左轉彎的車 對 左轉彎的車 一定要特別注意 有時候 你經過路口 如果說他又是巷子口 他可能沒有紅綠燈的狀況之下 對 更容易會發生這個狀況 更容易會發生這個狀況 對 所以 跟大家講這個新聞 希望我們過馬路 真的要走斑馬線 當然 駕駛駛朋友也要特別提高警覺 特別是轉彎的時候 特別要轉彎的時候 真的要特別小心 好 那當然路口 就是有六成左右的事故 都是發生在路口 那 可是在路口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遇到的那個號制啊 我們該如何去遵守 像 有時候我們會發現 當然 紅綠燈 就是有紅燈 有綠燈有黃燈 大家最常見 那有時候會遇到的是閃燈 閃紅閃黃 或者甚至是有的路口 他是 沒有燈號的 那或者是我們有時候經過 所謂的輕軌路口 他可能會有指向性的 他有指向性的 那些我們的號制 我們該如何去分 判斷這個路口 該怎麼走呢 那這邊的話 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剛剛主持人有提到說 我們路口大概分成三種類 對 像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三色號制的部分 那第二個就是閃紅閃紅 閃光的路口 那第三個就是五號制的部分 是 那我們就先來提一下 就是三色號制的部分 那三色號制當然就是 我們常看到的就是 紅燈 綠燈 黃燈 對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大家也都是 檔檔上口可以提到 就是紅燈停 綠燈行 是最基本的 對 那我這邊也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有關號制的部分 其實它還是有一些特別的含義 對那像 第一個我們就看到就是 圓頭綠燈 就是一整個是圓 就一整個亮的綠燈 對那這種綠燈的狀況 如果沒有其他的狀況之下 它綠燈就表示車子可以 直走 直行左右轉都可以 直行左右轉都可以 就不要到車都沒有關係 直行左右轉都可以 對那這個是對車來說 那如果說對行人來講 如果那個路口沒有那種 行人中用號制 就是說它沒有小綠燈的狀況 如果你是看到綠燈的話 行人也是可以通行的 OK 對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箭頭綠燈的部分 喔箭頭綠燈 對就是 只有就是那個綠燈上面 是一個箭頭的部分 對 那如果說出現這種箭頭綠燈的時候 就是我們開車的行人 開車的部分 駕駛人就只能照那個箭頭來行駛 喔 對 那行人的部分 你看到箭頭綠燈 你還是可以 穿越馬路的 你也可以執行 你也可以執行 對也是可以執行 所以這是沒有關係的 OK 對那 第三種就是 圓頭黃燈 那黃燈的話基本上大家都會知道說 常常有人聽過搶黃燈這個事情 對那其實 以我們的法規規定上面 其實是沒有搶黃燈這件 這個法規 這個法規沒有 對只是 他黃燈的部分 就是要警告駕駛人跟行人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已經要準備紅燈了 那你的路權根就消失了這樣子 對那 這邊要提醒一下就是 我們要怎麼認定說 欸到底有沒有 闖紅燈 對 就是如果黃燈出現的時候 就是紅燈出現了 那我們車子還沒有經過停止線 是 對那這就表示你已經是 你已經是沒有這個執行的路權了 對 對那這個時候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會有闖紅燈的疑慮 對會有闖紅燈的疑慮 對如果說我們看到黃燈 可是我們還是強行通過 可是我們通過的時候 就是還沒有到停止線 已經變紅燈了 那你就會變成闖紅燈 對 這是闖紅燈的狀況 對 對那另外一個就是提到 就是源頭紅燈 就紅燈的部分 對 那我們看到紅燈的話 基本上就是都要停止 都要停 對都要停了 那有個狀況就是說 如果說你紅燈了 可是有多一個箭頭綠燈 對 對比如說就是紅燈 可是你可以右轉 對 箭頭綠燈或是你可以左轉 對 有箭頭綠燈的話 你這個時候 你可以照那個箭頭走 對 就是我們有的路口 它會有 它路口比較大 所以它可能會有 左右轉的那個箭頭的綠燈 對 那你要特別注意 就是如果你的箭頭是直的 你就不要左右轉 對 所以只能照著箭頭的方向 對 你可能要等待一下 是不是箭頭綠燈 左右的時候 你在左右轉 對 這個大家很常會忘記 有 我常常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情況一定有 因為有時候就是 它就一個綠燈 可是它是直的 對它只有直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只能直走 你只能直走 不能左轉跟右轉 好像有路口 它是鏡子左右轉的 對 所以要特別注意一下 我們看到那個綠燈 到底是圓頭綠燈還是箭頭綠燈 對 如果是箭頭綠燈 你就要看到底它指的是哪個方向 對 那如果這個路口它不能左右轉 其實它有告示對不對 對它會有告示 就是不能左右轉的告示 會有特別告示的部分 大家特別留意一下 紅燈 圓頭紅燈的部分 剛剛有提到說 駕駛 那行人的部分 如果你看到紅燈的話 對 那個時候如果有紅燈可以左轉右轉的標誌 行人還是都不可以通行 就是你一定要等到那個變綠燈才可以走 OK 那另外還有一個狀況要特別提醒聽眾朋友 就是像我們現在其實路口紅綠燈的轉換設計 對它其實會有一個路口進空的一個秒數 對比如說像我們現在這邊是形象是紅燈的部分 那我們橫向的部分它可能是綠燈轉黃燈準備變紅燈的時候 對它轉紅燈以後其實還有兩秒鐘的路口進空時間 就兩邊都是紅燈 兩邊都是紅燈的部分 因為它想要把路口進空變成綠燈執行的時候才是安全的 那這個情況常常會有一些搶快的騎士或者是駕駛人 他看到橫向的馬路已經變紅燈了 他覺得已經是綠燈了 他就衝了 他就直接衝了 那其實這個情況是兩邊都是紅燈的狀況 OK 是最危險的 所以你過去也是闖紅燈 對 一定要不能參考左右兩邊的耗子 一定要看前方的耗子來行駛 這樣是最安全的 那有的地方是閃 閃紅或閃黃 對閃紅跟閃黃的部分 其實它可以大概來分齁 那閃紅的部分 其實它意思就是說要先停車再開 就是說你經過閃紅路口的時候 你到路口 接近路口的時候你要先停一下 然後再行駛 閃黃 閃黃的部分其實它是一個警告的意思 就是說那個測量到路口的時候要先減速慢行 減速再通過 對 那以那個安全設施的設置原則來講 就是知道的部分它是設置閃紅燈 那幹道的部分就是閃黃燈的部分 對 所以其實以路權看起來其實是閃黃燈的路權 比較大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五號之路口的部分 就是它完全沒有紅綠燈 對完全沒有紅綠燈 那這個時候如果要經過路口 可能要大概用幾個來判斷一下 對幾個要素這樣 第一個就是知道跟幹道的部分 對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 如果說有閃紅跟閃黃 那很好辨認 那如果萬一沒有的時候 對要辨認的方式可以看兩種 第一種就是像 會有告字盤 對像有一種大三角形的 然後它會寫讓 對或者是它是一個八角形的 會寫停車再開 OK 對那像這個部分就是知道的部分 是 對那個是號字 那有那個路面上的標誌的部分 路面上它會寫讓或停 對 讓或停那表示你現在走的這邊是知道 所以通常就是以這個來判斷 那我們就是知道要禮讓幹道先行 所以這是第一個判斷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少車道要禮讓多車道 你的車道是少的 你要禮讓多車道的 那要怎麼判斷車道的多寡 就是我們的到路口的時候 它的車道數來算 對包括什麼快車道慢車道 專用車道這些全部都算進去 對所以少車道的要禮讓多車道 是 那第三個部分是轉彎車跟執行車 對這個來判斷就是說 萬一我們兩邊的車道數是都一樣的 對都一樣的話 那我們就用雙方的車輛行駛的方向來判斷 對就是轉彎車要禮讓執行車 這是判斷的依據 那還有最後一個就是萬一不小心 就是我們車道數一樣 對那大家都是同為轉彎車或執行車 對那這個時候怎麼判斷 就是用那個車輛的位置來判斷 OK 這個時候就是要用左方車要禮讓右方車 喔左方禮讓右方 所以我們可以大概看一下就是 萬有車子在你的右邊的話 對那我們就是左方車 要我們就要先禮讓右方車先行 OK 因為其實右方車它比較看不到左方車 喔是是是 也容易會被就是剛剛我們有提到A柱擋到 OK 所以左方車提到右方車是最安全的 是 好那有一些路口甚至它要轉彎的時候 會叫你代轉 對不對 代轉這個部分也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喔 因為有時候路口它會顯示 它顯示綠燈了或者是它有指向 可是重點是那個路口它可能它不能直接轉 對 這是所謂的機車代轉的概念 兩段式左轉的部分 對對對 基本上都是會有這個狀況 那這個在那個路口它也會有一個標誌 對 就是有一個機車它有一個箭頭 箭頭就是其實它是一個圓形的 嗯嗯 藍底白字 藍底白字就是一台機車然後直行 然後左轉 所以要兩段式左轉的意思 是 這邊有特別提醒到 遇到這個靠置你就要兩段式左轉 機車一定要兩段式左轉 對 那如果要判斷另外判斷的方式 就是說 嗯嗯 這個部分這個車道我們有超過 就是三車道以上 對 對那 車就是 摩托車也一定要兩段式左轉 是 對這是最安全的 好 時間關係讓電台進個廣告 等會再跟我們的高雄市警局 齊山分局交通組許經緯組長 繼續聊等會馬上回來 來 嗨小乖好久不見了 哇你家好漂亮啊 重新整理改建過果然不一樣 花不少錢吧 謝謝啦 還好啦 但是你有去申報房屋稅籍嗎 沒有耶 我只是整個打掉重蓋還要再申報啊 是啊 房屋如果欲有粉毀 坍塌 新增 改建 拆除 不論是否有辦理保存登記 都應主動向稅捐集中機關 提出申請房屋稅籍相關事項 必須在拆除完成後30日內申報註銷房屋稅籍 並停止課徵房屋稅 而且啊 房屋稅是按月計算稅額 如果房屋已經拆除 要及時向地方稅集中機關 申報註銷房屋稅籍以維護資深的權益喔 好的 我了解了 咦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搞不清楚 像我爺爺在農地上合法建築的農社啊 到底要不要繳房屋稅啊 哈哈這個問題問我就對了 我上周才去屏東財稅局詢問過 我跟你說喔 房屋稅是以附著在土地的各種房屋 及有關增加房屋使用價值的建築物為課徵對象 農社是房屋的一種屬於房屋稅課稅範圍 所以必須按實際使用情形來課徵房屋稅 所以還是要繳房屋稅就是了 那我知道了 我跟我爺爺說 請他要記得繳納房屋稅 我再提醒你一下喔 一般我們說的農社 是指提供農民居住的自用農社 跟其他直接做農業使用的房社是不同的 農社是要課房屋稅的 但是專供飼養勤處的房社 培植農產品的溫室 稻米育苗中心作業室 人工繁殖場抽水機房社 專供農民自用的熏煙房 稻谷及茶葉烘乾機房 存放農機具倉庫及堆肥社等 提供農業使用的房屋 可以申請免徵房屋稅 如果有變更做其他用途使用或空置者 還是要課徵房屋稅的 好的我了解了你解釋的很清楚 謝謝你 提醒民眾 房屋稅是按月合課 會維護您的權益 如果您的房屋符合上面所說的免稅規定 請在減免事實發生之日起30日內 向房屋所在地稅捐機關申請減免 預期申報的民眾自申報日當月份起減免 房屋稅開升期是每年5月份 請納稅人記得繳納喔 民眾對房屋稅如果有任何疑問 可以撥打免付費電話 080087797979 或請假屏東縣政府財稅局 電子發票無紙化 照浮地球不暖化 以上廣告由屏東縣政府財稅局提供 快樂台灣無限精彩快樂聯播網 今天在我們現場邀請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岐山分局交通組許敬偉組長 組長好 各位天文朋友大 對我們今天其實談的就是在我們的交通安全樂 那當然這次大家的主題就是路口慢看庭 那我們的行人呢就要停看聽 你要稍微停一下看一下左右來車 聽一下用我們的聽覺稍微去輔助一下 那當然現在很多的車輛 它是電動車它的聲音是小的 你可能就是真的要用你的眼睛 稍微擺頭去左右觀看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都很重視所謂的行人的路權 那行人安全也很重要 那行人過馬路更重要 因為有時候行人過馬路你亂走也不行啦 那行人過馬路的撇步是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我這邊來跟大家提一下 其實行人過馬路它有一個安全的步驟 安全五步驟 那就是停看轉回動五個字 對來記 就跟有點像停看聽一樣 可是行人過馬路更多一點點讓大家多注意 那剛剛提到停的部分就是要停在人行道 不要搶行 對像這個部分其實常常我們要過馬路的時候 有的人就很容易跑到馬路上去等 對其實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一個動作 那第二個就是看就是要看看那個小綠人 就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行人耗字的部分 對那剛剛我們有提到說萬一沒有行人耗字 那我們就是要看那個行車的耗字來看 對那第三個就是轉 就是轉左轉右等車停 就是要注意一下說車子確定都有停下來 然後我們才過馬路 對那揮椅的部分就是要揮手 揮手 對因為揮手的部分其實就是要讓駕駛人知道說 他有看到我 我有看到他 對這個是比較安全的部分 那最後一個就是動 動的部分就是騎身快步行 對 對就是要經過的時候 經過馬路的時候還是要注意左右來車 對就是對我們的五大步驟 OK 所以我們也要讓我們 也是希望說我們的駕駛人可以看得到我們 所以我們聽眾朋友應該聽楊姐節目 我已經講到有點囉嗦 就是叫大家一定要穿鮮豔一點出去不要穿太黑 誒說真的我覺得這真的是 因為有一次楊姐騎自動車報名的時候 因為那天有活動比較晚回家 那那天的狀況就是我騎車騎自動車 結果後來真的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阿姨吧 就是他穿 他穿很暗的 很深色 就我突然有點嚇到 因為他穿得太黑了 所以他在路過馬路我真的是看不到 對等於說他已經完全融入了 黑夜當中 對看不到他 因為有時候你騎的路 還是說我們開車 你有時候經過的路是比較小的路 你不見得那個路口 或者是那條道路上的那個 那個叫所謂的燈都很亮 不見得喔 因為有時候我們的燈都 那個馬路的路燈 有時候不見得那麼密集嘛 不見得那麼密集 有時候你騎的路 又不是說很大條的路 有時候甚至是比較小條的路 那個很黑 那你全身穿到黑媽媽 我真的真的那天真的有點被嚇到 就是我突然看到他 就是哇 怎麼突然出現 就真的穿黑色衣服 穿黑色的衣服 真的看不到 所以你真的 你後天 昨天我們要出門 我們阿公阿嬤 阿伯阿伯 阿伯阿伯 我們真的出門 你真的 衣服 外套也好 你這次也穿到白 亮一點 亮一點也好 還是白色的 還是說會反光的 還是你真的不要穿黑的 拜託一下 那不是真的看不到 這真的是用路人的心聲 好 那再來就是 我們旗山分局 其實這邊有很多的交通要道 那大行車也很多 其實大行車的問題阿 楊潔一直跟大家講 就是你這要遠離大行車 你不要跟他爭 你也不要去跟他併台 怎麼都不要 真的很危險 是不是跟大家談一下呢 好這邊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遇到大行車的話 我們到底要怎麼做 對對對 第一個就是 在彎道的時候不要超車 特別是遇到就是大行車的部分 他左轉右轉的時候 我們不要趁這個時候 要超越他 對 因為大行車他的視野 視角其實是 視野盲點很多 對 所以他不見得看到 我們左右旁邊的車 對對對 所以在轉彎的時候 不要趁這個時候超車 那第二個就是要避免在大行車 後面行駛 對 因為大行車其實他 後照鏡其實是沒有用的啦 他也看不到後面 對 他其實大行車車輛又很大 所以他可以給後面車子的一些空間 其實是很小的 對 所以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因為大車他體積很大 那我們也有可能 因為看不到被他擋到耗置 所以容易發生那個闖紅燈的狀況 沒錯沒錯 那第三個部分要跟大家提就是 被大車尾隨的時候要及時變換車道 就是大車在你後面 在你後面的時候 對那因為大車其他自動性很差 對 那就是說 如果說萬一有大車跟在你後面 我們盡量避免 那特別是一個狀況 比如說大車他在給你按喇叭 或者說帶給你閃燈 那不管是說他想要超車 或者是說他可能車子有狀況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是盡量趕快 對變換車道 讓他直立 讓他先走了 對讓他先走了 對讓他先走了 對 那還有一個像 第四個就是 道路狹小的時候 不要跟大車並行 對 那因為大車其實他發生狀況的時候 他不會直接剎車 對 他有可能變 往左或往右來散 那這個時候在旁邊的車就很危險 對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險 那現在因為 疫情比較拘緩 大家都出門去玩了齁 真的要特別小心喔 像楊姐發現 最近有許多狀況就是因為 大家出門去玩 一來就是 對於路況的不熟悉 那二來是因為 他可能車輛自己本身 因為有的時候 他車比較少開的時候 也都會遇到一些零星的狀況 包含像是 無人跟車都有問題的調車啦 什麼的 其實最近 蠻多的狀況有這樣發生 就是因為 我們很久 沒有出門去倉圖旅行了齁 開車開很久都沒有 那最近狀況就比較多 是不是跟大家來講一下 提醒一下 因為像這個時候狀況比較多 因為有時候我們出去玩 因為這個地方我們沒有來過 對啊 一些交通好事 其實我們都不是很熟悉 對 對那有一些很容易發生一些 就是一些違規的部分 喔違規 提一下 對一些違規 對要跟大家特別提一下 比如說像是闖紅燈 因為你這邊路不熟 對 對所以就很有可能 那我們闖紅燈 他有統計過 其實他 最容易發生的車種年齡跟時段 對 闖紅燈他最容易發生的是在 機車上面 那就是18到20歲的年輕人 都是比較年輕的 對 對那這個時候 要特別注意一下 是是是 那另外就是還有一個提到 未帶安全帽的部分 喔 未帶安全帽 那一般來講我們都知道說 汽機車 就是說我們騎車 沒帶安全帽 會被罰500 對 那現在有一種就是 電動自行車的部分 是是是 對他也有規定說要 如果沒有帶安全帽也要罰錢 喔電動自行車 就是要罰300的部分 是是是 那還有一種狀況就是 我們有帶安全帽 可是帽扣沒扣 這個也是算 那個未帶安全帽 那這樣是罰多少 也是一樣 也罰500 對罰500 那電動自行車罰300 OK 那另外就一個狀況就是 超速有可能 是 對因為超速 我們這邊不熟嘛 所以有可能 因為他都是下坡 我們就是跟著一直 一直開下去 對 可是這地方如果 就是有那個 測速照相的話 你就會被拍到了 對會被拍到 所以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超速的部分 是 那國道上面超速是要三千起跳 很貴 很貴 所以要再提醒大家超速的部分 好OK來 最後30秒跟大家補充一下 在這邊的話就是 希望大家行車一定要注意安全 然後要停跟讓 那就是盡量不要開快車 對 還有遇到大行車 遇到大行車的話 一定要離讓他 對應該是說 離得越遠越好了 這是最安全的 真的 因為有好多個 案件發現的時候 都 都是跟大行車 只要你跟大行車發生追撞 無論是 你被 你被他撞還是 還是你去撞他 狀況都不好 所以 所以 車禍都很嚴重 都很嚴重 所以大家 住到大車 真的要拜託一下 我們 遠離一下 讓他沒關係 讓他先走了 OK 比較安全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高雄市警局 旗山分局 交通組 許經緯組長 謝謝主持人 謝謝各位聽眾 謝謝大家收聽 我是楊潔 祝福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下回再見了 拜拜